現在時間早上六點半 昨天也算是睡得蠻不錯的 睡滿了整個六個小時 過程都是一覺躺下去就直接睡死啦 當然可惜就是昨天的時間拖太晚 紀錄成沒去逛道 燒肉吃到飽沒吃到 想必今天的里程應該也吃不到啦 今天比以往提早了至少兩個小時出發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從這邊要騎到尾道 騎個160公里以上 那估計加上迷路的話至少要170 尾道前的一個市區距離太短了 騎到尾道又有點太長 所以就只好今天早上提早出發 天氣都還有點冷啦 最近真的是嘴唇曬到乾到動到 都裂了吃東西很痛 然後那個手啊明明沒有受傷 就是一直騎車曬太陽乾裂 你看這個白色的紋路 轉折處那個皮膚都有點小裂開 連續騎車騎到第八天 有這樣的事情也是很正常 不如說要慶幸騎到第八天 完全沒有雨衣派上用場的機會 我現在還有兩個大包包是從頭到尾 沒有派上用場的啦 剛早上吃了一點甜點果凍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路上有什麼早餐 快速吃一下 我覺得我去超市沒有比較便宜 可能是前幾天走山梨長野的時候 被他們郊區的物價灌壞了 所以我以為我點會比較便宜 之後進到這邊的超商 當然還是比外面吃便宜啦 但是我會不小心一拿多嘛 然後再加個甜點什麼的 點一點早就超過六百塊的那種 流動定時的份量跟價格了 好啦那我們不多說前往下個市區 我記得是岡山然後浮山嗎 反正等一下看一下島上再看 那就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圍到一百六十公里 一段一段慢慢來啊 出發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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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早上出發 鼻子跟眼睛 都冷到乾到不適應 奇怪我另外一隻手套怎麼又不見了 還好離出發沒多遠啊 回去走走吧 有Feel了有Feel了 還好我有印象 我想說怎麼 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有什麼浮光烈影 拉鍊沒拉好啊 如果又浪費了半個小時 現在真正有用的時間 七點啦 又浪費了半個小時 反而現在開始有點懷念台灣了 雖然有很多圍停什麼的 但速度也絕對比我騎這一條快 現在這樣子騎連暖身都不算 身體都還沒熱開 等一下找一個機會 確定沒有問題的地方 就切車道啦 沒有什麼腳踏車會騎車道 這樣子做 所以就會很怕 現在時間七點四十分 這家營業時間是八點到二十四點 不知道為什麼開了 買一點點夠吃就好了 看來沒有啊 裡面的是工作人員 然後外面的這些車 應該也是工作人員的車吧 那我就去前面的SKIA 再吃一個牛洞 吃個早餐這麼難啊 是不是又回鄉機 永和豆漿 早餐店的鐵板麵 現炸薯條 想家啦文革 終於看到有一家 戰旗烏龍麵有開了 其實我在台灣 蠻喜歡吃烏龍麵的 連泡麵都要九十八塊 烏龍麵只賣二十五塊 我就變得有點 好像不要吃烏龍麵 雖然日本英文比較不通 但是不會日文 影響也沒有那麼大 因為畢竟都有圖嘛 或者說你手機拍照下來 用紙紙點點的也OK 像剛剛的烏龍麵就很多專有名詞 麵的軟硬啊 怎麼樣怎麼樣 歐不歐K怎麼樣 然後我聽著 聽不懂 就說啊 點頭點頭 啊大丈夫的 你想想看 一個外國人來到台灣 要如何去點一杯 什麼掃糖掃冰 妹妹撲撲 超好喝的生猪奶茶 這肯定就是做不到 所以就啊大丈夫 人家做什麼 你就吃什麼 我聽我之前的朋友說 日本人是很有禮貌 但是你不用每一句都回 就譬如說結帳的時候 人家跟你說 ありがとう gozaimasu 對然後 通常就 就點個頭 然後不用去回 那我自己是還不習慣啊 然後什麼 人家點頭我就點個頭 人家說 ありがとう gozaimasu 我也回 ありがとう gozaimasu 在台灣也有這個習慣啊 就是人家 找錢的時候說謝謝嘛 然後我也會回說謝謝 只是在日本 服務人員會講 但是你不用回 不然 會沒完沒了 就是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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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對啊我以為是9點 現在時間8點鐘 那就繼續出發 雖然每次早上都要耗掉很多時間 早路啊 街道幹道啊 吃早餐 但接下來沒意外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比較順了 因為接下來進到 小小的山區 會翻過幾個小丘 但是總罰身海拔不多 但是這有個好處啊 因為我已經開始想念山路了 與其你要我在市區動腦 不如你直接給我一條 確定腳踏車 可以直直騎的山路 讓我用暴力解決 好 那就出發啦 GO GO 只有唯一一條道路的台二線 我是不是 每次都講錯 只有唯一一條道路的國道二號線 再加上對面也看到公路四行車在騎了 但是風很強 今天風很麻煩 今天風很麻煩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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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這麼多力 現在馬上調整一下 所以說邊騎邊檢查很重要啊 千萬不要馬虎 好啦現在稍微把它的重心調低了 我之前會調比較高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我的馬鞍帶去卡到這個碟盤 但其實還有留滿多的空間的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我不會被震太久的錯覺 所以我感覺它好像有變更外一點點了 還好是後貨架 因為後貨架每個腳踏車店都有在賣 而且像這種形式的或者說後面都有鎖點 所以不難找 就算壞了也沒關係 那麻煩是前貨架 我這台車的前貨架是自己亂改的 所以前貨架絕對不能壞 所以我之前才用環台灣來測試這個前貨架 那沒想到意外的表現得非常好 當然不只是後貨架螺絲 最主要的還有像快拆桿 像這種快拆桿 不要看我這樣子裝 因為我被厚厚架卡住了 所以我才把它朝下 像這個快拆桿我在第三天的時候我就發現 因為前面的重量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搖 所以它的輪子受到的力量很大 所以我就有發現 這快拆桿雖然還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實際上已經搖鬆了 輪子有點左右白白了 如果沒檢查 很可能在半路上高速下坡就會出問題 最好是每天晚上 那如果沒有那麼勤勞也沒關係 至少看一下輪子有沒有晃動 檢查一下這些螺絲 是不是緊的 然後快拆桿 有沒有鬆掉之類的 全部檢查一下 雖然我花了半個小時在這邊稍微弄一下車 但是這個時間絕對不要省阿 寧可少吃一頓好料的 車子的東西也不要馬虎 不然 車子這個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壞掉了 就很麻煩阿 你可能要花兩天三天的時間都有可能 愛惜自己 也要好好愛惜自己的車子 這是旅行當中最重要的 那上個廁所 吃個東西 繼續出發啦 現在還默默的抵達了冰庫縣 我對日本的地理沒有那麼熟悉 跨過哪一條川 哪個山脈之後是什麼縣是 然後有什麼地理人文特徵都不知道 就是 冰庫縣到了 什麼到了 常常相機都來不及開 然後那個線界就跨過去 也不好回頭 繼續出發啦 Go Go 最後當然別忘了 檢查一下你包包拉鍊有沒有關 地板上還有沒有剩下的 全部確認完之後再走阿 有Feel了有Feel了 看到旁邊這一排的垃圾 有一種回到家鄉的感覺 太懷念了 過了一個傳版卡之後 就來到了岡山 等一下準備要到貝淺 第一個視群是貝淺 第二個視群是岡山 那當然今天還要再經過福山之後 才有辦法到尾道 心臟不夠大顆的人 不要走這一條 看得出來就是給貨車大車走的 再加上剛剛那個隧道 壓力很大 真的很大 一樣嘛 這邊沒有寫不能騎腳踏車 從這個傳版卡下坡之後 腹地變大 應該就不會這樣啦 如果我早一點知道的話 我也會走另外一條 那就出發啦 前往貝淺四 這一次四區我不太想吃大的東西 今天里程 比較多 趕一點路 等一下放一包乾娘在前面 邊騎邊吃啦 真的可以騎啦 剛剛我看到對面有騎那種公路車的 在運動很像台灣的那種人 從我的對象騎上來 剛剛第一次遇到台灣的那種貨車八把 那種噗噗 然後想說幹 怎樣是不能走嗎 這邊 喘了一下 完蛋了 要上新聞了 是不是 結果沒有 是因為剛剛前面有一台小客車 要右轉 可是它燈太晚打了 後面的貨車安全距離都被吃完了 差點要撞上 所以才按那一種喇叭 像這一種東西你不覺得很陡嗎 就是你感覺你好像走在高速公路的夾道上面 腳踏車是可以走的 你看旁邊還有腳踏車人心道 稍微休息一下 吃個乾糧減輕一下重量好了 昨天晚上真的買上頭了 繼飲料機跟果凍之後 我現在迷上了日本的冰淇淋啊 剛剛的抹茶冰淇淋 118塊 它跟小美冰淇淋很像 但是厚度是兩倍 它只插下去 然後轉個角度掰的話 可能會斷掉的那一種 但是它又不是冰到 讓它掰不動 它是很綿密 幾乎是圓薑下去做的 你沒咬一口 感覺都很充實 很飽滿 所以剛剛的便當又變得 不知道回去要胖多少 接下來距離圍到大概還有105公里 現在時間12點省 那算下來的話 我覺得6個小時應該能到啦 但是 根據前幾天的經驗 就不會是這樣 至少要比6個小時 再推遲3個小時 那就出發啦 我覺得不必要的 吃的時間花太多了 單純是因為想吃 不是需要吃 加上現在已經騎到第8天 新鮮感也慢慢 比較下降了一點點 除了冰淇淋以外 其他東西就不要拿太多啦 那就出發啦 GO GO 現在經過了賴戶大橋的起點 賴戶大橋也是一條可以通往四國的路 一樣 腳踏車是不能走了 終於有回到 我這個均速該有的時間預估水準了 我覺得6點左右大概可以到 因為汽車通常都是開在比較中間的地方 所以旁邊就會有很多落差石頭 非常突然就是突然瞪下一個大落差 發出了一個清脆的 聽起來很像 清楚斷裂的聲音 就那種 噶噔 那個帶尾音的那一種 趕快停下來看一下 後輪鋼絲有沒有事 我自己是有帶三根鋼絲備用啦 說到鋼絲最有名的 就是他們的羊肉乳 在日本的自行車店 是不是這一家阿薩西最大 直班的話應該是朝陽吧 夾安赫只有少少一兩家 但是幾乎每個地方大城市都會有阿薩西 日本不管是腳踏車也好 汽車也好 都差的亮晶晶的 不像我 一年不洗車了 來到岡山自辦機的價格也變便宜了 熱的飲料也沒賣了 可樂大杯的 110耶 我也不想 可是 騎車不能沒有水 所以現在先喝點飲料 比較合適 哇 真的是大庭的耶 台灣阿 就是店舖的外面不會有停車場 斑馬線的位置阿 標示阿什麼的 有種到台北西門町的感覺 包含剛剛商店街也是 然後還有剛剛腳踏車 左看右看 然後直走的這個舉動也是 真的很懷念 對方價值一定在想 又來一個台灣人 不知道怎麼過馬路的 不是阿 那個肌肉記憶已經流在裡面了 如果我直直衝過去 我很怕 現在習慣了也不好 我怕我回去之後 沒保險了 全民視頻 線條 距離終點尾到大橋還有60公里 現在騎乘里程110公里 莫名其妙多出10公里 我回去撿那個手套頂多也才 來...加個兩公里吧 可能是我也會把手機拿到室內啦 那在室內的時候數據就會亂跳 開始刷數據 刷里程 所以每次都會差個大概一兩公里 但是也不會到十公里這麼多 感覺到滿滿的像台灣一樣的人情味 剛來往的學生啊就有說 欸 加油 然後他就好飛過來關心一下我 了解一下我大概一天幾公里 從哪裡出發要注意什麼東西 那聽都是聽得懂 那講 其實把每個單字串起來 欸 日本人也知道也理解那個意思 可能句子不夠完整 或者說文法有一點點問題 但是你只要把你知道的智慧串起來 大事實上都還是可以連接的 剛剛我覺得也是我跟日本人講話 最通盛的一次 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 岡山湖山的其中一條狹橋 原本我是想說走上面的車道 也沒有特別說自行車不能騎 只是我看到旁邊有一條舊橋 感覺跟花蓮玉里有分新舊橋一樣 我現在走的這條就是舊橋 運動橋 我看Google Map 我就覺得這條橋的風景一定在 所以就來這邊拍一個封面 找起床的好處就是可以多花點時間 然後駐足在各個美景 好好欣賞停留個十分鐘四五分鐘 騎車騎了一天 尤其是經過市區 雖然今天的市區沒那麼討厭 為了就是這一個 等一下又會進到第二個大市區 福山 福山過後 在一小段路就可以到圍道了 圍道之後就可以看到賴戶內海 真正的全部面貌囉 剛才那位阿伯提醒我說 有沒有帶雨衣啊 明天可能會下雨這樣子 嚇得我趕快把Windy拿出來查了一下 沒事沒事 今天跟明天 整個都是大好天氣 所以明天賴戶內海 導播海盜的景色 應該也是長這樣阿 只是規模更壯觀 各種跳島旅行這樣子 好啦 現在花了一點時間 停下來 訂了今天在尾道大橋旁邊的背包客棧 價位在兩千八日幣左右 現在就很簡單了 沿著台二線一直走 直直走 就能到了 應該沒什麼花招了吧 沒意外的話 在兩個小時以內 就可以把這44公里騎完 但是我還是很怕 所以我時間壓9點 尾道28K 終於看到了 第一個有些尾道的里神牌 剩下28公里不到 那雖然還是 雖然還是能夠 但是肚子餓到口齒不清啦 不是說不能吃乾糧 只是我想現在先吃一頓 晚上的時候 就可以加一點宵夜 加一點甜點 這樣我就可以品嘗到兩餐啦 吃這個東西 我也憋尿憋很久啦 等一下 再把最後這28公里拚完囉 我是想吃正餐的 只是我沒想到cosmos 這一種還有在賣化妝餅 衣服之類的 它就比較沒有那種生鮮便當那種 也不想再找啦 不然走走停停又花時間 所以就吃一個甜點喔 一百塊太便宜啦 而且日本的雪糕 在台灣 我覺得這種等級 這種品質的東西 可能一盒賣個七八十塊以上 都有可能 終於享受到了一次尊榮禮遇 還有一個紅地毯 三線道直接開了一條 完全給兩輪車走的 不如說就像台北吧 台北的下班時間的整齊版 沒有喇叭聲 沒有人那邊亂鑽 沒有機車 這樣子就很像台北了 哇 真的沒想到 晚上的市區還可以讓我拍這麼多 雖然時間變慢了 但是我跟汽車 塞車的時間是一樣的 第一次這麼享受騎腳踏車 塞車的時光 完完全全一致的色調 寧靜 黃色的前燈 紅色的尾燈 之前我完全沒想到福山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都市 我以為只是岡山旁邊的一個小城鎮而已 在想要不要在這邊偏市區的地方 物色吃的晚餐跟明天早餐 但我比較喜歡先check in 把該傳檔案的該充電的弄一弄 之後再出來買晚餐 這樣時間比較節約 但最怕的就是騎到住宿點 然後發現什麼東西都沒有 這樣子騎了一整天回去只能吃乾糧 我下踏住宿的旅店地點只剩下不到一公里了 那為什麼我要提前在這邊做ending呢 但是我覺得今天沒有比這個偉道大橋 準備要跨過第一個島 陰島的這一個 不用多談了吧 有點像是以前我住在香港那種維多利亞港啊 我以為偉道是一個小漁村 結果我發現日本的都市邏輯都不能像台灣一樣 只看Google Map大跟小 就判斷它是大都市還是小城鎮 所以就在這一個燈火通明 但是色調又統一的晚上 在偉道大橋底下來做一個ending囉 我還沒按錶啦 但是今天的里程應該差不多170公里 騎的時間當然也很久 原本以為今天會是一個像地獄的一天 結果沒想到 跟昨天的市區不一樣 今天的市區跟天堂一樣 你可以感覺到自行車 行人 機車 汽車 都是受到尊重的 都有平等的路權 就算是塞車 其實大家的速度都一樣 有良好合理的道路規劃 再加上日本人 極其克制 自治 守規矩的特性 每個人在規則底下做最合理的事情 發揮最大的效益 所以整個路騎起來是很順的 沒有人為了一級的方便去做出一些不合群的事情 啊我停下來買個便當 我停下來買包煙而已 我一下子就走 啊就一下下而已啊 為什麼要我移車 喔你真的很過分耶 我才停一分鐘你就開我單 喔沒有這種事啊 大家要去買東西 那就是乖乖停在商店外面的停車場 讓整個幹道是通順的 我在日本騎車的8天以來 大概加起來有聽到5次 救護車的聲音 但是我在路上一次交通事故都沒有看到 但是我聽到的喇叭聲也絕對不超過30次 雖然台灣的天然條件不一樣 那道路規劃也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但是我們用路人自己是不是也要檢討一下 有沒有為了一級的方便去做出一些阻礙道路交通的事情 不知道這個相機拍不拍得出這個美麗的夜景啊 現在我們先欣賞一下偉盜大橋的夜景 明天我們扶曉出奇 欣賞偉盜大橋跨島的各種不同的島嶼 不好意思名稱我還沒有背 我們明天一個一個島再次相見 明天還日本第9天 我們島波海道國際知名的自行車路線 拜拜